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在大埔区的记者 郑思婷 谈谈 新界东有10张名单 争7个议席 选民会怎样选 选民说会留意候选人的政纲 也有人说会留意他们过往的政绩多些 因为他们说政纲都是写出来的 觉得行动表现才是最实际 自至到9点半 在大埔区社区中心这里 已经有200人投了票 整个新界东有135个票站 总共有29名候选人 竞逐7个议席 比上一届多了11人竞逐 好了 报道这么多 交给郭永琪先 好 谢谢 而这一节的选举消息也都报道完了 下一节的选举消息会在10点59分